但露露的话 说实话牛头真的是给色提跳吧 是 色提毕竟在下路带着海克斯闪什么 躲在草岭一波一波出来 又没有位的AD有点顶不住 而且这把额优雅再也没法再也去上嘴脸 一打一打连潘森都打不过 何况这边对于SGB来说支援速度极快 这个阵容 而且下路是稳坐线权的 优势不够大 你正面被开的话 其实剑机的单带不算特别安稳 而且这个阵容有一个问题 就是剑机这个英雄在争夺远古资源的团战的时候 作战能力其实并不算很强 是的 以及MAD是有想法的 五个人抱团推到下路来 但是被出了草的卡丽萨看到了 赶紧缩回去 并着给这个放的眼 也是想抓一下贝尔维斯前期的刷野路线 对于贝尔维斯来讲 开野的路线比较固定 要么下半区帮开 要么F6 要么红buff 这个炎总归是能抓到他的 那这样中路会提前到二 一波线的经验 这样两边下路都是直接上线的 不用帮打野 但是就前面来看的话 肯定还是SGB的下路要更强势一些 维鲁斯跟牛头应该也只能守线 他们这个上线 MAD下路上线的细节是到的 他是跟着兵线一起走上来的 对 如果稍微离得远一点被卡住了 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然后让牛头去探这个草 去防止色体一击躲在草里 闪天翼 但Tucky这个扫描交了以后 想慢推线的话 压制力不是那么足 Unforgiven进攻压力好大 这个BIN只敢用技能去补 瞪回来推开 他们辅助做了一个技能的交换 贝尔维斯速三 这是想抓下 而且已经明确的知道了 这个是带扫描的色体 是没有视野的 这中路的换血又吃了大推 这几把对线都对的挺好 二郎神视角来了 而且这个位置的红色方的眼位 也是可以很准确的告诉 贝尔维斯对方有没有视野 不放眼 这红色方已经提前的把眼放好了 很细节 这是抓对方放眼的位置 贝尔维斯收到讯息 想了一下不去了 毕竟潘森如果反蹲的话 有点麻烦 潘森没有选择去自己家下半野区 直接进到贝尔维斯的野区 再找 叠到五星 边走边叠 这地方 然后看了一圈 发现已经刷完了 贝尔维斯是选择刷到下面 再刷回上路 这这波是稍微的浪费了一点时间 上路的这个河蟹 见机有限权 是拼了一个信号的 但是打野的距离有点远 这个应该贝尔维斯可以直接空掉 算是老奥文了 这个打见机前期也不会吃太多的亏 这波又再往上半区走 看一下见机位置非常的靠前 但是不好抓很灵活 满血 第一轮的野区规划 额月亚做得非常好 他领先了潘森刷野的速度非常多 潘森还在让他实现了 好反应而且顶开 正起两个再敲个铃铛逼出了进化 这波的换血上 MAD在下半区做得很好 而且打了两层的被盗 再一穿 这反应确实有点快 很快 所以闪耳的一瞬间 闪耳就交出来了 是有预防到的 而且这个线往塔前一卡很舒服 卡丽萨前面为了极致的换血药也磕完了 反而是维鲁斯身上有两块饼干一瓶药 不慌不忙的 把小线一卡继续发育 凯特这波也很懂啊 他不想让Tucky蹭这波线的经验 如果Tucky这波把这波经验吸了的话 峡谷先锋那波有可能形成六打五的辅助的 这个辅助的等级压制 事业销之前的一瞬间被看到了 但这样AD回来跟辅助一起吃的话 Tucky这个经验就不会领先那么多 是 凯特很细这波 而且现在的问题是 感觉尼斯基他无形的给下半区压力啊 他这个推完线直接是往下半区靠 消失在视野当中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路一直推不过 其实炎确打维骨斯五六级的时候 是可以尝试的推一推的 有隔夜 一波换血 骗了这个劳伦特新眼刀来了 这波技能交完还是挺危险的 开动第一时间交出急跑以后 阿姆特看到人直接往后退稍微有点来不及啊 这个炎确有自己的浮石冲 风向游戏可以挡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那W挡了 那这样小龙要被贝尔斯吃掉了 这把SGB就是强行去帮上路建立优势 MAD这前期节奏做得很好啊 甚至在前期落后的阵容下还是领先了一定经济 主要还是下路吧 SGB拿到了一个很强势下路组合 但是没有打出声音来 AWS的经验显示告诉我们现在 在贝尔维斯 这个维古斯的经验是全场最高的 嗯 两边上单的TP都已经交过了 看下条先就第一条先锋吧 两边下路上线应该都会直接开始推线 把线一推往先锋靠 S米的这个换血很积极啊 但是小心一下 做出来之后其实奥文也不虚了 反正就你打我我打兵 嗯 但这波线奥文可能会有点难受 因为被耗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线又是往SGB这边推的 会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准备摇人 去起来 一过来 蹬到兵线上 进化解开 被弹开的AD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跟上输出 他替这个位置走到死位上的一个W 判也又来了 但是阿优亚已经落位了 你好 进来以后发现了有一只打贝尔维斯 第一时间不太敢动手 好像有重煞的 真要动手吗 重煞命中 刷新再来 还能再追 第一时间被卡在位置上 不太好打 重煞还在等 等你落下去以后 潘森交出自己的枪盾 但是第一时间Q技能再好 又刷新了 尼斯基这波还在等 等你上去 再跟过去 尼斯基这波细节拉满 而且贴身 一起跳过来 闪现再多 给孔雀 尼斯基这波操作戏气拉满了 最后一下 再Q 我的天哪 尼斯基 三港零了 哇 这波SGB越打越的好冲动呀 是的 而且第一时间 延绝的大招也有点尴尬吧 潘森是绕了一圈 才来到三角草的位置 而且潘森是没有6的 他只能徒步走过来 他这个大招一开 潘森只能从上面绕过来 看到贝尔维斯的一顺 然后抬也抬空了 但是依然选择要越 这波真的太冲动了 嗯 维古斯支援的速度也很快 这波尼斯基真的细节拉满了 我只能说 等果子弹了以后 再二段飞过去 这波被看透了 嗯 钻死了 而且这波真的技能释放 和尼斯基的思路啊 清晰 走开 拉出萨什阵的范围 落地以后什么都不干 就追着跑 然后再闪现做沿途 太帅了 这波思路简直清晰 感觉弗洛基 其实自己也给了点机会 他在小龙坑里 根本就没有人去追他 他很安全 但他直接把闪现交了 然后维古斯可以直接 在大招消失之前的 一瞬间去贴近他 是 下午先锋团还要再打 第一时间过来后 还成功的成造了 哎呦呀 但这个珊瑚牵不起来 稍微有些难受 结果也是球稳一下吧 直接转中线 把兵线一压 就看一下这波要不要放 不选择放 往下再一起 那这样下半区区的视野 全部被挤出来以后 潘森是名牌走到蓝buff 短时间内支援不了下路 这波节奏起得很快 甚至有可能下路要越拨塔 然后把先锋放了 潘森有大 这个塔可能要再掂量 掂量 潘森如果被上方的视野看到了 那下路可能就要动手了 拼了 小地图在拼 等着了 潘森的位置 尼斯基也靠了过来 尼斯基大招又好了 给点压力 还是吃肚层为主 很果断直接走了 其实对于迈的来说 这波再细一点 把红区视野做了以后就算了 是最赚的 看一下上一波 先锋2000的血量 这个眼睛开的 对于SGB来说 确实有一点难受 是的 后续SGB不太敢追了 因为Ioya已经6级了 那这个情况下 尤其是地条小龙 还被Metline控掉了 我觉得剑机 后续单的空间 其实很小 主要这个版本 大家都肉 剑机想堵穿奥温 你最少要有一件神分 阿姆特也是懂的 上午就发育 起跑 配合潘森 过来 想杀 抬回来 有机会 大阁刷零护盾 这一波就是 攀岩的霸道之处 是的 开击炮 直接贴脸 攀岩森跳下来 控制链 衔接上了 而且 眼圈这波很老 就不交W 等攀岩森做 我再交 找回了一点场子吧 但是 整体节奏上 还是落后很多 主要SGB这个阵容 不优就是链 这波看一下 奥温的走位 是有点激进的 不知道Hazman能不能反应过来 大招给下来 这边有劳伦的线刀的 一挡 小挡 贝尔维斯 尤雅很灵活 贴着A W一销 是被躲掉 但是直接是被 世界中风给撞了起来 这波有点上头了 没篮了 Amito 主要还是扛塔的是 贝尔维斯 如果是奥恩 那个E撞进去 先扛塔的话 贝尔维斯去输出 这波就杀了 他可以再走一步开E 对 这个E如果打满的话 是能杀的 确实上了 他查了一些 过来找奥恩 奥恩这边 应该是走不掉了 是 这波扛塔没有沟通好 卡伯线用技能一清 亲眼目睹了上路发生的惨 Amito这个BO5打的是不开心 确实 他好憋屈啊 这个BO5 问题就是 来到这个 蓝色方 来到红色方 还是要吃Counter 有点难受 小龙控掉 节奏稍微扳回来了一些啊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阵容来说 还不够 就看这个先锋怎么释放了 对于SGB来说 节奏还是要再提一下 但最关键的是 这个先锋没拿到的时候 对于SGB来说 前期最好提速的 一个重要的一环不在了 是的 这个最好给中路吧 感觉中路塔的血线也很低了 而且可以非常限制对方中路的一个游走啊 中塔一掉 他不会又要单吃吧 我感觉真的要分一下 这个真的要分一下 维古斯这把 OK 是正的 看能不能赶上 赶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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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趁我不在 偷吃这个防御塔 你迈着小短腿就跑过来了 而且相应的还可以给下面野区压力 他给这波回线要非常 这个中塔一掉 对于SGB来说会非常痛苦 因为维古斯把线一推就在中路消失 往下路靠了 下路也不好兑现 而且这个有炉灯的 炎却稍微一个不小心就要掉技能 叙利 还可以闪过来 哎呦好快的反应 大招也给下来 这边一个沿途又被闪现躲掉了 看这样又一波的攻势被化解啊 你别说 我优雅反应是真快 嗯 然后开始往下路转 因为中路的线已经进二塔了 大招被扭身躲掉 这边一个精力都吸进来 问题不大 再撞一下 维鲁斯 想飞回去 维鲁斯也交出闪现 这波伤害不够 就是大换大 也没有太多的思路 嗯 多逼了一个闪吧 嗯 但接下来这段时间 好像也不太会产生 但持续发育就是迈的转 现在据市场来说 而且上路这个防御塔的血线 真的现在比较健康 攻势还是在转到上面 Roggy开始想往上路游走了 但是对这个奥恩 感觉没什么胃口呀 好肉啊 但想办法把这个剑机 这个发育给养起来 否则到中期 他们就没有仪仗了 确实潘森是一个 很依赖前期节奏的英雄吧 但他目前为止 没啥节奏 好像大招 没有打出特别好的节奏 就一次在中路 拿到了人头 是 那这样的话 二先锋16秒刷新 两边聚集了 所有的人在往这里靠 这波对于MAD来说 全员 这个两个神话庄家 贝尔维斯的成剑 是足以支撑 他们来接这个团的 主要还是Miski这波啊 嗯 很好发挥 不过这波Yoya 因为只有一个破败的情况 其实容速还是比较低的 看能不能 把这个Yoya给秒掉啊 而且这波团战的话 右边是少很多闪现的 关键的闪现都没有 眼睛的大招 可以稍微封一下路 但牛头直接开起来了 但是色提一抱 这边还有轰拳的 这个爆炸果是打下来之后 再拿两个 轰拳打效果还可以 但他可以自己要先到 正面的话 这里直接奔到了后排的位置 然后Given被秒掉了 但是奥恩和贝尔维斯 这个地方的输出环境非常好 贝尔维斯大招已经刷新疯了 Miski这个位置顶上来后 再来一下刷新仇上 这个应该不太敢飞了吧 手里也飞 感觉到了什么都可以 要留人 然后优雅再顶上来 以下两下的打到 真的痛啊 这波 只能说非常霸道 看起来 真的吓人 SGP确实打得很凶悍 但他们阵容有点脱节了 就色提第一时间进去AOE 是打满了 但是没有后续的伤害能跟上 而且那个爆炸果 是让他们的阵型变得有一些奇怪 对 最好笑的是正面冲进去 奥温还在后面打装备 等他想来参团 他又被隔开后 一头撞开的时候 正面团战已经打得七七八八了 但就算这样 Miski这波团 打得还是很 这个打获全胜 是的 你看这波开起来的时候 滑板鞋也不在正面 然后爆炸果实点下去以后 正面只有色提一个人 配合上七七下来的剑机 Brogi只能在上面 稍微的丢丢石头 他这个很尴尬的是 这个墙一封啊 奥温是撞墙直接过来了 而反倒是自己方的中野 从坑上面下不来 对 胶闪下了的潘森 直接是被对方激活秒掉 最尴尬的就是颜雀 在岸上看了半天 发现这 Q都用的差不多了 闪下去 结果闪下去 被那个仇杀命中了 我感觉真的 这个颜雀跟 Miski的颜雀对比起来 封墙的技术啊 起码在这个技能的释放上 确实差的很多 而且ADD实验也输出不了 对 主要还是那个爆炸果实 直接让团战的格局改变了 这把选出 滑板鞋加色体 感觉成效不是很明显啊 是 AWS给我们看到了 上一波团战的这个输出啊 Miski 这个贝尔维斯 这把真的太C了 又是虚空瑜 加先锋的组合 要开始推对方的上二塔啊 这头撞下来之后 再点两下 这个塔就没了 哇 虽然没有太多 没有人头的进账啊 但是AWS这个 存在感很强 甚至上路奥恩捕着捕着刀 团战拿了两个人头 现在开始有赏金了 是 他玩起来了 首先 箭机也打不穿 没什么时间 让箭机跟 这个奥恩在边线上 你弄我弄啊 只能说好在 SDB这里的 小龙控制还是可以的 有两条小龙的保底 但这阵容 有点施展不开了呀 而且在外塔掉太多的情况下 攀岩组合的发挥 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现在对于SDB来说 思路就只能是双大招 去看看能不能提一下奥恩的款 现在中线也站不住 边线的外出再敲起来 就强势你一套 也没什么别的 就压榨你 然后去推向路的塔 然后确实中路一塔 以及上路的一二塔 都已经掉了 哇 非常团队啊 这奥恩直接把经纪让给了 维古斯 他主要还是要回家 去守上路的二塔 不想亏兵线 但这个塔应该还是 没办法 这个塔肯定要掉的 对 经济的最比 见机对位领先500块 但是 还是远远不够 少了 这里线上的眼位 也是看到了对方 下路船组和潘森的位置 这尼斯基装备 也太暴力了 他第二件准备 直接憋帽子 阿福基文的羊刀 也有了 正面打团 感觉现在SGB 是没什么伤害的 除非能利用 他们控制链 衔接起来 却先秒一个人 主要还是 他这两个大招 都是支援性大招 对 如果你想正面打团的话 最好还是 能形成这种 五打四 或者是你快速的人 多打人少 先秒一个 就这个中野的大招 确实是用来打节奏的 但前面节奏没打好 眼上蹲 三个人是被看到了 这波下路想动舰机的 打算也是只能作罢 现在MAD就是 看舰机去哪 他们就开始围绕 哪个半区去打 让舰机没法 大招过来要找维鲁斯 维鲁斯的话 先往上面走 叫了一个闪现 进化再一截 纽绳身躲掉了岩 拖这边奥恩 先扛一下 但是维鲁斯应该是 走不掉了 得拽回来 此前把大招放了出来以后 尼斯基来到正面战场上 第一时间把舰机雪梁 下到非常惨 从上直接飞 打招挂到了后排 你看我一闪倒霉的 就是他了 但是尼斯基并没有选择 第一时间进去 Taki这个位置被留住 精灵球也没有 但是已经回到了 防御塔的保护 SGB总算找到了 一波机会啊 逮住了一个落单的维鲁斯 而且这波撤退挺果断的 嗯 这波 Malice也没有 也有点虚啊 毕竟少一个AD 稍微扳回一些经济吧 感觉尼斯基这波 要是有帽子的话 应该就R进去了 主要有个顿弓 他也不确定 进去能不能再出来了 维鲁斯位置比较深 利用Q去打断了一下 华曼贤 华曼贤一想 哎你敢打断我 直接召集兄弟们一起对他动手 虽然这波走位已经挺不错的了 但是确实无奈于对方 这个进场的手段比较多 他这波能躲的 该躲的都躲了 但确实硬要说 他的问题就是不应该站在那个位置 哎 这波 如果大招能挂到剑基的话 确实可以反打 把剑基秒掉之后 哎呦呀 应该是有机会能吃到这个珊瑚的 嗯 MG现在还是要更多的抱团吧 他们是一个团战很厉害的阵容 如果再像上一波一样 在中路被找到机会的话 而且SGB会搬回来不少 帽子戴炉灯 七层杀人界 有点恐怖 这个尼斯基已经是全场现在最唯一的真神 但是维骨斯最大的问题是 他能杀也容易死掉 对 他不是那种一旦肥起来就处理不了的英雄 他这给搭配着 搭配的位置有点尴尬 被敲了起来 有一手轰拳 先一轰 但是下午很一番 再抱一下 自己打一个爆炸果实 进来的是一个开大的牛头 维骨斯进来之后 第一时间AOE灌台可以 但自己要被激活了 维骨斯倒了 这么多看见优雅被拉扯了一下 直接进到对方防御塔下 被打到一丝血 盘测里面应该是可以收掉优雅 优雅还在拉扯 这不会让他跑掉吧 在正面战场上啊 这个维鲁斯现在的输出能力非常棒 韩森第一时间做大 选择找到落单的一只羊 凯特在侧翼 想找一波机会 海克斯科技进场 第一时间震起来后 维骨斯这个位 这个 这个位置 一台台中以后 顿弓出发 闪现再一Q 这一波完成了翻盘 天呐 三换五 中野 尼斯基这个进场的位置 刚刚说完啊 进去容易出来难 还是那个问题吧 虽然说这装备 伤害是爆表 但是他没有金身 或者没有描表 所以他进去打完一波AOE以后 是直接被集合描掉了 他看下这波 瑟蒂拖了非常久的时间 甚至他站到了 几乎最后一个 维骨斯进来 闪现W 一Q伤害拉满了 但是他自己也倒了 他选择落机的位置 有点尴尬 而且他第一时间进场 是剑机交到劳林特 线刀之后 维骨斯没办法 他只能是往右 就闪出来之后 再给技能 让SGB的中野 最后完成了一波收割 主要还是 要从这个色体 让他跑了开始说 这回还能跑吗 塔体 被敲起来了 卡丽丝塔在距离他 非常遥远的位置 半个地图 是的 那这样的话 骑一个珊瑚 还是闪现过来 这塔应该是能 稍微摸一摸 但是大龙MAD 可能要动手了呀 有核道系 但是因为SGB 少了一个辅助 该动还是得动 这个龙不太好看呀 右边的话 先手技能全捏在手里 眼圈先给强 把双C隔开 正面战场 形成了分割之势 第一时间牛头顶上来 叫羊直接震起来 眼圈 但是已经打不了大龙了 这个大龙的伤害 已经让MAD的众人 没有了血线 这波操作 好像出现了一些 小小的问题啊 杨尼斯基是不是回家 补个秒表会好一点 因为他现在多余的钱 又开始在出AP装了 他如果补个表 他下波进场 还能稍微拖点 他就玩暴力 暴力魔杖 就补表 还是那个 点 就是 维古斯这个英雄 是能杀也能死 他不是那种 飞起来 又来找 基本进化解一下 里面有盾弓的效果 反手的大招 也是给了出来 哎呦呀来了 正面一键穿过来 但是边界是有一个 隐磨刀的 再敲起来 可雪回一口 暴力了一个大羊 哇 这个杂有点痛啊 维古斯来的仇杀 仇杀 能秒掉吗 迪谁 没杀掉 他一丝丝血 而且TP赶来 正面战场的剑击进场以后 四提 这个位置选择向后拉扯 剑击还来 QW再次进场 维古斯被带走 但剑击也死在塔前 撒时针一波 一换二的团战 迈的这个局势不对了 SGB有没有可能 要去动一下大龙呢 但是血量比较不健康 还是选择先回家 这波潘森把拉扯 做到了极致 是的 迈的浪费太多时间 在潘森的身上了 然后潘森还没有倒 主要还是尼斯基 每次进场 他没有秒表 他确实太容易死了 而且维鲁斯 这波进化什么的 都交掉了 状态也不是很理想 也没有特别好的 收拾环境了 这波 BJ的这个回头啊 可雪在回一口 而且这个羊砸下来 有点痛啊 感觉尼斯基现在 真的有点上头 这波没杀掉 应该是因为 马川还不够 他想玩的是那种 R到这个人 必要走的那种套 对 但是现在 他已经秒不掉人了 真得补个表 我觉得就是 威古斯这把的进场 应该是搭配奥恩的羊 进去的 或者是跟 比尔维斯基本同步的 一个情况 这样单人挂进去 的确太难秒掉了 然后他这两波进场 都是在队友 已经往后撤退 就交了技能 想走的时候 他后续才进这场 经济已经回到了 持平的阶段 万万没有想到 纯这个前期阵容的SGB 能打出这么有韧性的 几波团 现在迈的开始了 大龙区的压制 直接选择开了 日式不绝大龙逼团 因为这波剑基没有TP 上部剑基是TP来到的正面 剑基选择不回来了 那可能要靠延线 先封墙以后看看情况 两个人被隔在了 龙横当中 潘森直接进场 自己开启一技能以后 维古斯的仇杀命中 拼成没有拼过 潘森倒下 仇杀再次刷新 第二时间还要再来 大招没有命中 剑基虽带着二塔 但是这波已经是亏了很多了 一波大龙的抉择 中上了 上路的兵线 也已经快要进入高地 这波羊是过来 防守一下下半缺 而正面的话 二塔应该是可以直接拔掉 维古斯还在带啊 这波大龙拿完 维古斯离自己的 下一剑法穿的城装又进了一步 中转下 维古斯把下路应该也能成功的点掉 这一波SGP好亏啊 主要搭进去了一个Frogi 如果他们只是想用剑基去带线 主要帮你上追 一个新眼刀的暗算 TP来到正面战场了 但是这个剑基真的能走吗 落地下来的奥文 闪现向上场 撞起来并没有闪现拉开以后 神游强盾往前一顶 尤雅被抬了回来 但是一个W成功的向后撤退 剑阵再挡一下 差一点剑基要倒下 兵线太多了 不好深追 但这波稍作整补 我感觉这波Frogi 就他在后面就单纯让潘森去 尝试抢一下龙就好了 其他人不死的话 高地是能守的 但龙没抢到之余 500多写 这个下场好像 确实没办法 他这个 他不太好算 自己什么时候能死 他有可能交不出来 确实 能交的时候赶紧试一下 哇 这 哎呦呀 肉是真的肉啊 这三件装备 两件大肉抓 而 其实我想说的是 20分钟出头 潘森卡丽萨 其实还是可以打的 但再往后走 三件套 以及之后 确实曲线太差了 看自闪现的蓄力 把位置低开 下二塔应该是成功的 要让麦的带走 28分钟 所有的外塔 全部拔掉以后 这个墙隔绝了 鱼群与自己兵线的位置 但是鱼群已经顶上来 炮车也在输出 高地塔瞬间告破 SGB缺少了正面 大街团的能力 剑技干脆不回来了 换高地吧 但是有强化回程的 这边正面想开 牛头是踩到了甲板上 再被抬回来 黑色的话有大招 应该问题不大 SGB这波应该是想留人的 因为剑技还没有 把高地推掉 想要追出去 留住对方的人 可能会被反倒 这里强化回程 直接回到高地 上的水晶应该是可以守下来的 但是思路也很明确 就是放剑技单带 这把SGB确实只能靠剑技的单带了 但现在主要所有的外塔都被拆的差不多了 没有了塔的支撑 想纯靠单带解决游戏 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对 而且下路的高地的陷落 造成了待会儿大龙的防守也很难做 他下半区的兵线会一直踢过来 SGB的这里似乎也是做了出来 剑技的装备还不错 但这个英雄 转头看到了一个牛头 加速去二连留住了 铃铛再一敲 潘森这个位置已经被留下了 奥文再给大招 潘森的神又枪盾开起来 但是被贝尔维斯粘住以后 撒石阵一拖 吸是挺容易的 秒表赛一开 后方绕过来的剑技 真的有输出空间吗 色体进场进得有点好 剑技提提绕到了后方 但是正面潘森跳起来以后 能不能先秒一个人 维古斯仇杀先想杀 剑技一点点想先反杀掉了 剑技还在跑 但贝尔维斯在深追 正面SGB还有四个人 但是MDLINE只剩两个了 MDLINE的打团是真不看AD啊 这一波SGB打得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MDLINE直接放弃了 在后方没有位移的维古斯以后 选择全部去all in剑技 还让剑技成功换到了 这波脸探草丛了 塔铁 这一波 凯莎就在附近 但是没有精灵球的 严确的大招给过来之后 但是没有阻隔到对方的人 塔铁能操作一下吗 徐空拳 轰出来之后 闪现想走没走掉 而阿姆队还是皮操肉厚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里阿姆队还很灵活 这波团战 前面真被SGB给打赢了 这潘森一口可血 这波色体进场进的也很好 可以把阵阶的绕后 现在对右边来说 持续输出 很看AD跟打野 莫名其妙把 这个维鲁斯直接迈在原地了 确实对于他们来说 后续的团战不是很好打 看一下 第一时间色体进场 爆的还不错 振住 拉过来 把所有人蹬在了一起 然后把小金人拽走以后 攀升落地 你看打着打着 不要了 因为AD还有闪现 其实他们来保AD是保得住的 AD有顿弓 有秒表 有闪现 都去管剑机去了 结果剑机 Q回来 打出回血镇的同时 还杀了一个 感觉 麦莱斯还是 稳扎稳打一点 毕竟下调大龙马 就要刷新了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不是 维古斯来塞的时间了 对 不过好在 经济其实还是挺持平的 好在奥温可以发装备了吧 这个时间段 这个英雄的价值也是得到了更高的体现 上着水晶推掉 现在剑是绝对的优势 剑机没踢的 这副大龙其实还是很危险 而颜阙的这个 是一个虚弱 这个虚弱没有办法凭空给变掉 大龙坑没有视野 他可以想去做视野 但是有点太进不去 他又被恐惧到 这边的话 已经是一个满豪气势的状态了 正面的话 剑机找到了贝尔维斯 贝尔维斯上来 上来就打吗 看一下奥恩的大招撞得怎么样 撞了一个辅助出来 正面的话 剑机是被集火了 哈斯妹的死掉了 正面色体军就要送掉了 进场以后 正面战场上没有办法 奥恩一个人往前一顶 仇杀再次进场 形成了一波追击之势 卡丽斯塔尽力在华 但是奈何不住团战的颓势 这波团战我们要恭喜MED 拿下了本年度第一个B5的胜利 还要继续追 但是加已经守不住了 只要卡丽斯塔回不去 但这样加就没了 直接不讲道理的 一技能吸死了卡丽斯塔 正面应该是有 上路的兵线已经到了 那这样的话 在大战了 33分钟之后 来自 LEC赛区的 MED LINE 终于是可以赢下这场B5了 有的时候 这个 对于SGB来说 这是最后一场 我觉得打出了风采 打出了自己赛区的特色以后 还是要遗憾地告诉 确实没有办法 这支年轻的队伍 我觉得他们当然有无限的可能 但是今天 却是面对MED 他们的育营能力稍显不足 但是他们也足够给MED 创造了非常多的麻烦 对 而在另一方面 我们要恭喜MED 挺进下一轮以后 将会在明天去挑战一技 而胜者将会进入到 本次全球总决赛的正赛阶段 对 今点的EUNA大战又要开始了 是的 谢谢